不好意思 剛剛忘了調聲音進來 所以剛剛都沒有聲音 那我現在重來一次 好 所以這個是剛剛就是關於這一次做這個揪鬆小幫手的一個心得 那為什麼會想要做這個揪鬆小幫手呢 主要就是在三四個禮拜前 揪鬆在討論到底這一次大鬆我們要辦實體還是要辦線上的時候 我們煩惱了非常非常久 但是最後考量到疫情 又考量到說 假如真的辦一個實體大鬆就最後有130人要被居家隔離14天 好像會對大家的生產力 不知道是會hacking的生產力大幅提升 因為你接下來14天除了在家hacking也不能做其他事 還是工作力生產降低 傷害比較大 所以後來還是決定說那要辦線上大鬆 那在辦線上大鬆的時候就想了很多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把線上大鬆做到體驗跟實體大鬆是很接近的 所以當時我講的第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的實體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我介紹 一定要有大家 每個人要有三個關鍵字 而且每個人要講得過一輪的自我介紹 所以我當時我第一件事就做了這一個 就是自我介紹網站 就是讓大家可以進來這個地方填入你的三個關鍵字 並且我覺得自己的聲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還做一個錄音的系統 所以當時就做了這個GNVDR的自我介紹 然後叫做intra.gmv.runnitw 然後做出來之後 後來又覺得說其實好像又需要一些其他的東西 要再多一點東西 所以後來就是研究了一下發現一些線上直播的環境 像米G主這個直播平台 它的API其實是很韓性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辦法把米G主的功能整合進來 然後就做一個這樣的大廳 想說我想要讓大家知道說現在有哪些提案 然後這些提案有哪些人正在裡面 然後讓大家更有參與感說 欸我現在可以走去哪個房間 就有把大鬆那種實體的那種走進房間的感覺 看到哪一房間有人往哪裡走這種感覺 我希望把這體驗也帶來線上 然後最後又覺得說我們既然要做線上的 然後我自己很愛在Twitch上面看人家打電動 我覺得彈幕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前天的時候我就做一個彈幕 就是前天我突然覺得很重要 我就做一個這樣的彈幕的網站出來 然後就把這東西疊進我們的直播環境出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彈幕 然後所以大概以上就是關於我這次 舊通小幫手做到的一些功能 那我下面就整理一些就是一些問題 就想說因為其實 我覺得這個舊通小幫手 還有非常非常多可以改進的空間 然後蠻希望說接下來有機會可以在 就是基礎鬆啊 或者後續有一些其他活動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一起協力把它完成 把它變得更好 然後讓更多的活動能夠使用它 所以我這邊就列了很多很多的一些 我覺得還可以做更好的to do list 像今天自我介紹的時候就會發現到 錄音就只能5秒 然後如果延長到10秒 好像時間會被兩倍 那要怎麼樣的動態調整會比較好 或者是說有一些 一些比較動態的 就是有人比較晚加入字界 他可能就是早上沒有被播到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用一些比較動態的方法 讓後面加入字界的人 還可以再播出來 因為現在字界有117人吧 所以有17個人是在今天早上之後才錄的 然後彈幕其實也有很多 就是讓大家看可能不清不楚的問題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就是在線上會議的部分 線上會議的部分 那個就是我覺得蠻重要的是 我蠻想把坑主備章這個機制可以留進來的 然後沒有彈幕 加個彈幕 對我還加個彈幕 游覽器 對我現在正在線上加彈幕中 你剛發現我們這個畫面沒有加彈幕 這個要刪掉 這個要刪掉 有有 然後把 對 好繼續 所以我覺得坑主備章 或者是新手貼紙這功能是不是也蠻重要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那個我覺得這次線上大松 線上大松可以比獅子大松做得更棒的地方 就是說 你獅子大松你一次只能跳一個坑 但是線上大松你可以同時聽兩三個頻道 反正哪邊有聲音你就跳過去 去回應那邊就好了 那所以我覺得 但這件事情 目前比較沒辦法做到的是說 當有聲音來的時候 你不知道到底是哪個頻道發回來 你可能還要一個一個開來看 那這個我覺得是在體驗上還可以再加強的 然後以及在整體上面 我想說未來這個動 這個也不一定是只能用在大松上 如果在緊急活動上面 或是有一些突然大家有想要提什麼專案的時候 就可以揪個團 然後大家就可以用這個工具 或者是說 像剛V台灣也提了一些一線徵集工具 那是不是也能夠把這個大松工具 變成一個做線上意見徵集 做審議民主 或是做議題討論的工具使用 我覺得蠻希望就是能把這個開源工具 能夠更加的讓它更加的壯大 所以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我現在很喜歡壯大這個字